花莲玉里天主堂子2018年起 推动成立厨鱼堆肥计划 仅以轻运383顿作为堆肥厨鱼使用 然过程中却也面临经费不足 以及人力缺乏的考验 台湾利他社会资源整合工作室 居中牵线由30位企业家 联合捐赠刘一峰神父 天涯若碧林基金会 移动式堆肥滚筒筛 今天企业代表亲自到场参加捐赠仪式 力表支持环境保育的决心 透过拍摄短片 记录刘一峰神父与安德院生 工作人员在厨鱼堆肥厂工作的日常 呈现神父刘一峰 推动厨鱼堆肥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成果 从2018年起 在机关单位工部门等支持协助下 为地方清运了383顿的厨鱼作为堆肥使用 成效也令地方肯定 然而玉璃天主唐神父刘一峰面临经费不足 以及人力缺乏的问题 也使得处于堆肥规模受限 台湾利他社会资源整合工作室 在一次姻缘纪会来访的之后 立即居中牵线 意读外界资源 算是协力公司协力的部分帮助不管是在地环保 然后未来我们还有一个专案是会做循环经济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怎样让神父所做的事 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经济循环的价值的 德不孤必有灵深受神父刘一峰奉献之心感召的台湾各领域企业 也都纷纷慷慨解囊 在加一的效应下 总共有30位的台湾企业家 联合捐赠给神父刘一峰天亚若碧林基金会 移动式堆肥滚筒筛 解决人力缺乏的问题 也能让处于堆肥工作更有效率 听到陈小姐告诉我们说 神父想有这个动机 想要做一个堆肥对土地有爱的地方 所以我们主动邀请了几位好朋友 然后来热心来捐赠给神父 让神父能够使用更方便 感谢上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完全不求盈利 就是为了我们花莲预理当地的环保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很棒 我们都很支持神父在花莲的所作所为 代表全台30位企业家 出席捐赠仪式的三位企业家 尤其敬佩神父刘一峰对社会弱势的奉献 以及对环境保护永续发展的重视 神父刘一峰也代表地方感谢 每一位企业家出钱处理的来帮忙 而这一次捐赠感受到了民间人士企业家 与福人社们对台湾土地的善念 也让社会有更多正向的心善信念 让台湾善的循环力量更加强大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导